其實除了送餐啊物資啊 其實心靈的安慰都很重要 後來發現我不當要當外賣員 我還要去當買菜的 買肉的 最後還要去當這個叫 心靈醫生 有點這個意思 對很多顧客願意跟你交流 他問你外面是什麼樣子 這個事情要過多久才能好 好多顧客 包括跟你分享他生活中的一些不愉快 對吧 包括一個懷孕的 他讓我幫他買燕運棒 他讓我幫他買藥 買燕運棒 買吃的買東西 然後第二天他跟我講 他懷孕了 兩個月了 哇 你見證著 然後我沒生過孩子 我搞不懂怎麼來 然後我說那你可以線上找醫生 遠程診斷嗎 非常擔心 挺擔心的 但是他好像挺坦然的樣子 還有嗎 我還抓過貓呢 我還抓過貓呢 哦 什麼抓過呢 你這段時間經歷了真的很多呀 就是有一個武漢的朋友 他那個33樓嘛 33層樓 我們去了把那一個單元33層全找了一遍 沒找著 後來在那個天台上找到了 但是他怎麼都抓不到他 不理你你拿那個罐頭 拿火腿腸 拿那個豆貓棍去弄他根本不理你 所以很高傲的那種 然後後來 就趕他跑到另外一個單元去了 你知道嗎 我們都快崩潰了 33層樓 他另外一個單元還得再爬33層找 後來網友給我出了主意 他說貓呢 一般不會往低層跑 不會跑得很低的 他只會往 一般都會往高跑 我也想是這麼道理啊 他果然 在32層的地方呢 找到他了 他躲在一個廢棄的書架的後面 露個屁股在外面 被我一把抓住後腿 就把它抓住了